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是大年三十,是和家谭元的日子 是最最喜庆的日子 在这里我提前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很多小伙伴想在安卓手机上享受谷歌服务的时候 我们常用的办法就是安装虚拟机 要么就是安装这个GSpace谷歌三套件的一个框架 包括谷歌Play 那因为很多手机的话呢 型号不同,系统不同 再加上安装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然后很多小伙伴最终是安装不成功的 那么今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给大家带了一个非常简便的办法 到目前为止啊 到今天为止可能是最简单 最方便的一个办法 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使用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OK我们来到手机上啊 那今天呢 我用这个荣耀50的手机 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大家先看一下我的个系统啊 这是荣耀的一个系统啊 荣耀的系统 设备呢 是荣耀50 OK 这个型号版本都在这里啊 这个系统的版本是6.0 那么定义的安卓版本是安卓12 OK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Gbox 这样一个啊 虚拟机 我们打开看一下 OK 目前是1.3.30的一个版本啊 那这一边的话呢 是它的一些这个菜单选项 包括设置什么东西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已经尝试了安装了两个应用啊 一个是推特 一个是YouTube 那这个下面的一些应用呢 包括这个Facebook啊 Messager 包括Home 这一些东西啊 大家按需安装啊 需要哪一个就安装哪一个 OK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演示一下 因为这两个的话呢 我已经在桌面上创建了它的一个快捷方式啊 我们来演示一下 首先打开YouTube看一下 OK 我们登陆是没问题的啊 登陆是没问题的 我们尝试播放一个视频看看 OK 大家看到这个是可以正常播放的啊 可以正常播放的 那我们尝试快进一下 我们尝试快进一下 OK 快进非常的快啊 这个速度取决于你的VPN的一个速度啊 OK 那表示这个是可以用的啊 是可以用的 OK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再打开这个推特看一下 OK 能到这个界面的话呢 表示说是个正常打开没问题的啊 直接登陆或者创建账号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把它关掉啊 把它关掉 OK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这样一个 APP给它卸载掉啊 我们重新演示 重新装一下看看 OK 大家看到这个下载掉以后呢 另外两个快捷方式也没有了啊 也没有了 OK 我们现在的话呢 从官网来下载一下这个软件啊 那我们打开它的官网看一下 OK 这个就是Gbox的官网 那我们给它翻译一下 翻译成中文啊 那这个Gbox Gbox是指帮助用户使用谷歌应用程序的谷歌box内置GMS OK OK 那这一边来讲的话呢 它是内置GMS的一个服务啊 就是谷歌框架的一个服务 无需任何额外不足 只需下载并安装Gbox即可正常使用谷歌应用 谷歌服务 谷歌框架 谷歌商店均内置在Gbox当中啊 你可以直接在谷歌商店下载应用 所以非常的方便啊 这个APP来讲的话呢 就直接取代了什么谷歌三套件也好 这个虚拟机也好 都是可以没问题的 OK 要想下载的就从这个地方免费下载就行了 OK 我们到手机上来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浏览器 OK 直接在这个地方来输入它的一个官网 OK 我们同样是到了它的官网啊 到了官网以后的话呢 那它自动翻译成这个中文 自动翻译成中文 那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点免费下载就可以了 OK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在下载了啊 已经开始在下载了 那下载的速度也是取决于你的VPN的速度 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啊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给它取消掉 那 给它取消掉啊 取消掉以后的话呢 我们找一下我们刚才下载的版本 OK 大家看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啊 Gbox 这个就是了 那我们点击它 然后来允许安装 OK 继续安装 好的 安装成功啊 安装成功 OK 大家看了在桌面上 这一个Gbox就是它了 那我们打开它 同意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提示 是否忽略电池优化啊 忽略后Gbox 向在后台 保持连接 可能消耗更多电量 那我们允许啊 点允许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它的一个主界面 来到它的主界面的话呢 啊 大家看到啊 它的版本来讲的话呢 是一个V1.3.30啊 那么这边有一个提示 为了提高应用和通知的稳定性 请开启必要的权限 OK 我们来看一下 需要开启哪些权限啊 我们点去开启 啊 使用期间允许就行了啊 啊 适中允许 允许 OK 允许 好了 允许完了以后呢 我们倒回来啊 倒回来 OK 它这个地方呢 已经类似了有一 这样一些这个项目啊 这些APP在这里面的 那包括这个YouTube啊 各种这个 这个国外的一些APP啊 大家看到啊 有一个疑问 这里面好像没有看到谷歌 Play的一个应用商店的一个图标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 安装这个除了 这个项目 这个上面显示的项目以外的一些应用呢 OK 那我们首先做一个示范 大家就知道了 打比方我们现在要安装这个YouTube OK 我们点一下 OK 点一下以后啊 这个谷歌Play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它需要登陆 OK 我们登陆一下 用我们的谷歌账号登陆一下 那这个地方它说 这个GBOX 你虚拟成随机的安卓设备啊 随机的安卓设备啊 那包括你的邮箱可能会收到一个提醒啊 不影响正常使用 OK 那这个地方我们输入我们的一个啊 啊 谷歌账号 OK 我们点下一步 这个地方输入密码啊 它这个投屏软件有个好处 输密码的时候呢 它自动就就黑屏了啊 那我们来输入一下密码 输完以后我们点下一步 OK 这里点我同意 它正在启动这个谷歌服务啊 登陆以后的话呢 这个电话就是一个YouTube OK 安装超过100亿次啊 非常恐怖啊 这个APP OK 我们点下面安装 现在正在下载啊 同样的下载的速度取决于你这个VPN的速度 那目前是每秒3.5兆 OK 下载完成 正在安装 OK 这边是不是要打开啊 我们倒回页面来啊 倒回主页面来 OK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啊 这个地方它查 它提示以尝试添加的桌面 OK 我们去设置一下 因为它需要一些权限啊 那到GBOX这个边呢 我们点权限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朝下拉啊 下面这里有个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OK 我们给他允许一下啊啊啊还有就是应用内安装其他应用 OK 我们也给他允许一下啊我们允许这个GBOX直接下载安装其他应用 OK 允许以后我们倒回来 好的 倒回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 常常按住这个YouTube 然后它下面二级菜单呢就出了一个创建快捷方式 我们点击一下啊 我们下面就是点添加啊 这样的话呢这个桌面上就已经添加了它的快捷方式啊 OK 那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那这里面没有的APP 我们要怎么安装呢 因为这个Google Play啊不在这里面 不在这里面 那其实也很简单啊 它这个用法呢就跟那个GSpace 谷歌3套件的用法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 我们常按这个YouTube的图标 然后二级菜单这边呢 中间有一个升级 OK 我们点一下 好的 升级的话就到了这个Google Play这边来了 是不是啊 就到这边来了 OK 那我们想下载什么 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 直接点这个地方来搜索就行了 打比方我们要下载这个Google Google的一个邮箱啊 我们下载这个Gmail 我们直接点击搜索 OK 这出来就是Gmail 对不对 OK 我们点安装 它要完成什么账号设置啊 我们点一下继续 这边什么要添加信用卡和借记卡 添加PayPal 兑换代码什么的 我们直接点跳过 OK 跳过以后呢 这边就准备开始下载啊 OK 现在下载当中 稍等片刻 OK 下载完毕 正在安装 好的 安装完毕 它自动有一个添加的主屏幕 OK 我们点添加一下 好的 我们回到主屏幕 OK 回到主屏幕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Gmail的一个快捷方式啊 这两个快捷方式呢 就有一个特点 它右下角有一个G的一个标示啊 就是这个Gbox的标示 表示说这两个快捷方式是由这个啊里面安装啊产生的一个快捷方式啊 那大家看一下之前我的一个Chrome包括Telegram包括这个小火箭这一些TikTok这一些它是没有这个带机的这个符号的啊 那我是通过其他渠道安装的对不对 OK 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YouTube来看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视频啊 这也是我做的视频啊 OK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播放了 已经可以开始播放了 OK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网速是多少啊 诶 等一下详细信息好像没反应 我们倒回来设置一下啊 OK 我们点设置 我们选常规 啊 然后啊 最下面呢 启用详细统计信息 我们给它开启一下 OK 开启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回来啊 再回来 OK 我们倒回来啊 我们放一下这个视频来看一下 现在已经正常的在开始播放了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统计信息啊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啊 OK 这边刚才瞬间的速度是每秒15兆啊 大家看到没有 每秒15兆啊 它的瞬间速度 表示说我这个节点还是很OK的啊 还是不错的 现在是每秒9点多兆 12点7兆啊 这个节点还是很OK的 OK 这个YouTube播放是没问题的啊 没问题的 那我们给它关掉啊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Gmail能不能正常登陆 这个就是你的谷歌邮箱 OK 到这边来了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登陆了啊 可以正常登陆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登陆你的这个电子邮件邮箱就可以了 那你点击就可以登陆了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就不演示了啊 我就不演示了 OK 今天就是通过一个Gbox的安装啊 然后它创造了一个这个虚拟的一个谷歌框架在里面 那然后下载谷歌的一些应用呢都是没问题的啊 啊 海外的一些应用啊都是没问题的 那配合你的这个VPN呢 你就可以畅游这个海外的一些世界啊 包括视频呢包括一些资讯讯息的查询 OK 今天的视频就讲解到这里啊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说明镜子